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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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是相信有更好的 會在前方 就不顧一切的 飄洋過海區 用盡一聲尋找 卻都累了渴望擁抱 卻找不到 才忽然想起你 還在我身後 靜靜等著我 給我依靠 你是我的幸福嗎 為何幸福讓人如此猶豫 愛情漸漸模糊 你的付出我總不夠清楚 你是我的幸福嗎 為何幸福讓人變得猶豫 我愛你不再懷疑 只想對你說 我願意 總是相信有更好的 會在前方 你有沒有什麼 尤其是尊重 擁有更好的 因為 aquile 也不是神經 而是想對付出 甚至於是我 天色的沒出現 為何依靠 你去出現 你都會離開 妳為什麼 正眼和下 你是我的幸福吗 为何幸福让人如此犹豫 爱情浅浅模糊 你的付出我总不够清楚 你是我的幸福吗 为何幸福让人变得犹豫 我爱你 不得怀疑 只想对你说 不得怀疑 我愿意 嘉慧 我受不了了 我要回中国去 嘉慧 过一段时间相互理解之后 我想妈妈她一定会接受你的 明天一定会到来 不会永远这么痛苦的 嘉慧 我会用你的医生 保护你 相信我 提供 建央 灯 开儿 看儿子 可爱 不得了 我先下奖 先下奖 我先下奖 我先下奖 家慧 你休息吧 都收拾好了 还真像个小家呀 家慧 以后啊 这就是我们的家了 我来吧 我是男人 我来 家慧 家里的一切由你来安排 那晚饭吃什么呢 我偷偷的溜回去拿点吧 那可不行 没关系的 妈妈她怎么样了 你去看看吧 我想她一定很伤心 你马上回去安慰安慰她 好吧 还可以顺便去弄点吃的 我去看一下 妈妈 妈妈 我回来了 妈妈 你不是已经走了吗 还回来干什么 是这样 我是来向您认错的 你这样说说就行了 是我不好 家慧她 不会跨进咱们家的门 直到妈妈您原谅为止 我们俩住到工厂的办公室去 你说什么 谁让你们这么做的 住在一个屋檐下 不是会引起矛盾吗 所以我们决定住到那去 反正就在附近 您有什么事儿 我也能马上赶过来照顾您 你们俩到底想把我弄成什么样子才甘心呢 我们没有耍弄您 我们不是在想尽办法搞好关系吗 给我住嘴 随你们便 就当我没你这么个儿子 妈妈 您别这么说 回来了 妈妈她怎么样 还得费点工夫说服她 先别管她了 咱们吃饭吧 granoso 可真有点像是过寄宿生活呀 还像呢 我觉得这种日子也挺不错的 我吃了 快吃吧 这洗澡怎么办呢 这倒是个问题 怎么办呢 就是呀 咱们偷偷地溜进去洗吧 真正自由自在 APRS的形象一落千丈 受到会长的照顾才一直没有说 他那没用的儿子 这个损失看谁来弥补 是区流问题了 那个歌手怎么样了 不知道 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局 这次演唱会的突然终止 对我们公司来说是个巨大的打击 对风原部长来说 失败的教训能使他认识 作为一个企业员工 必须具备应有的水准和道德 对他的处理 对他的处理就请诸位定夺吧 还有一点 我绝对我到外的一切 我绝对他的肯定备 我会亲手处理好的 把这次的失败 做为一次教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 请 女子 请来一下 是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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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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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大 李 李 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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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你到哪儿 我睡着了 真对不起 酒醒了吗 梅子 还有点头晕 咖啡 好 要吗 送你去什么地方 你家住哪儿 部长 你真好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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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识 我有什么话 我认识 我认识 那你还要 你还要 你还要 我认识 我认识 你还别 好的工作呢不容易找 差的工作又不愿干 现在啊 是靠着我在居酒屋 打工的钱在生活 还有一点失业保险金 保险金的期限又马上要到了 我真不知道我们该怎么办 这你先拿去 你拿去吧 不 米莉 你的心意我领了 真的需要的时候 我会向你开口 谢谢 我好几次 给家伙打电话 都联络不到的 其实 我很想去府警找他 是啊 那次出事的时候 我给你打电话找不到你 报给急的 我最后想是 奥 你 我 是 你 我 要 你 看我 你怎麼做得太好? 你怎麼做得這麼好? 你怎麼做得太好? 所以你怎麼做得太好? 你先去吧 你去吧 好 啤酒来了 请 请慢用 请 让您久等了 这是番茄佐拉 你丈夫来找你了 我丈夫来了 你怎么了 路过这儿顺便看看 找到工作了 没有 是吗 今天晚上也会很晚 你自己先睡吧 是不是 总和一个男的一起回家 你又妒忌了 她是什么人 上次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她是我的同事 太晚了 她只是专门送我回家的 我们没有其他的关系 中国人 是 知道了 能借我点 借我点钱吗 钱 我也是 不任何人 我打的 只有你 什么 你不认真 你不听说了 你不听说吧 您的烤鸡请慢用 慢用 张颖 是你丈夫 找到工作了吗 没有 一号桌儿蛋卷好了没有 又是那个客人 我带你去吧 不用了 让您就等了 你干嘛 你怎么这样对我 你不老实 还有什么资格发怒 你这个无赖 你竟敢跟客人这样讲话 怎么回事 张颖 快向客人道歉 我不道歉 怎么回事 张颖 瞧 把菜撒在客人身上 还耍这种态度 你们是怎么教育员工的 真是对不起 媳妇的钱我们店会出的 在你们这个店我怎么吃得下 对不起 你说 怎么办 他是老主顾 反正这不是我的错 你们中国人怎么搞的 这么挨折事 算了 你别干了 快走吧 店长 店长 您要开除张颖吗 当然了 那姑娘碰到什么事 总是说我没错 我是对的 总是逃脱责任 我是实在忍受不下去了 您说的没错 我真的想起来 您你也想起来 我说我 你知道吗 好 并且cyn 你什么事 你什么事 你自己应该 我什么事 我变成了 你什么事 你不认为忍耐 如果你不学会忍耐的话 会更感到精神压力大 你倒是蛮潇洒的嘛 我告诉你里面的诀窍吧 什么 走 今天晚上到我家吃饭去 行吗 没问题 走吧 来 请进 你住这么舒适的地方 不错吧 我回来了 这还有别人 是啊 我女朋友 是吗 你回来了 带客人来了 怎么不给我打个电话 来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的同事张颖 一田游记 你好张颖 请多关照 你好 一田游记是日中混血儿 是吗 请坐 好 以后有客人来要事先打招呼 今天没有准备饭菜 很不好意思 哪里是我不好突然间传来的 怎么样 味道不错 嗯 蛮好吃的 游记 特别羡慕你 你呢 既能够理解中国人的心情 又能够理解日本人的心情 我呀 就做不到 要想成为真正日本人或者中国人都是不容易的 张颖 一谈到这个话题 尤其就会和别人争论的 还是别谈的好 这对我可是一件重要的事 你总是拿我开玩笑 我才不敢取笑你呢 我好羡慕你啊 我想成为日本人都成不了 我是个普通人 请你不要用特别的眼光来看我好吗 你是中国人也好 是日本人也好 对我来说都一样 你鼻子出血了 快快快 把头扬起来 你看你太兴奋了 没关系 我经常这样 我的血管比别人的脆弱 快别说话了 对不起啊 你看今天没能让你吃上一顿好饭 哪儿都坏了 挺好的 你觉得尤其这个人怎么样 他能成为一个好妻子吗 怎么了 看着你家庭那么幸福 再看我自己 这让你伤心 对不起啊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是想告诉你 生存的秘诀 人一旦走上社会 到处都会碰到挫折 所以回到家以后 就希望这个家 能是一个快乐的天堂 我想告诉你的就是这个 我的天堂在这儿 有了这个天堂 我才能活下去 那我的天堂又在哪儿呢 我老婆他妈的 在外面跟那小子乱搞 我老婆 还看不起我 这可没办法呀 谁叫你这么不争气呢 是啊 反正我是个没用的人 没有工作 老婆也让别人抢走 你可别那么丧气 狠狠的来一下子报复你老婆 狠狠的来一下 怎么弄 我给你欠上一个好女孩怎么样 可是啊 我没钱 是吗 妈妈咱我跟你 怎么样 胡说八道 我没钱 酒醒了 该回去了 下次把钱准备好了再来 这儿有的是好女孩 张盈 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 睡了 我回来了 睡了 我坐下 睡了 睡了 我回来了 睡了 睡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起来 起来 这是怎么回事 干什么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什么 你跟别人乱搞了 我辛苦的为这个家赚钱 你什么都不干 你还在外面乱搞女人 你这么做对得起我吗 你算什么东西 你不是也在外面跟那个中国男人乱搞吗 不 不是这样的 他是我的朋友 他会安慰我 你才不会呢 别一个劲儿没完没了的说中国话 这是日本 我不要听说日本话 我没有乱搞 那你也听我说 这是车站发达 你也许是新产品宣传 你睁开眼睛好好地看一看 这不是写着试用品吗 汉字你总该认识吧 笨蛋 你也认识吧 你也认识吧 你回来了 感觉好久没见识的 在忙公司的商货工作 我听说爸爸打算辞职啊 我去洗澡 左灯先生 这是怎么回事 是召开会长选举会议 我怎么什么也没听说 是董事会的决定 希望你暂时离开第一线 我为你辩护了 可是起不了什么作用 是吗 老爸要辞掉了 这要下大决心 他的心里可只有工作 都是我不好 如果没有我 一切都会很顺利 老爸允许哥随心所欲 他当然应该负责 这明明是我跟茂的事 但是却由你的父亲承担了全部的责任 真是过意不缺 我们家又是父子 又是上司跟部下的关系 复杂的让人烦都烦死了 我一个人既是自己的老板 又是自己的属下 这不挺好的吗 要是全世界都跟俊一样的想法 不认识了 当然 自由是好 听说妈妈死的时候 老爸竟然不在他身边 老爸他就是这么一个 以工作为重的人 不认识了 听说这事我好生气 可是恨他也没有用 父亲是父亲 我是我 但是最重是工作的他 不也为了茂放弃了吗 所以这就好嘛 老爸和哥他们也都在考虑吧 家庭究竟是什么呢 怎么最近连我也变得伤感起来了呢 走吧 我们出去 去哪儿 去思考关于人生的地方 好 走 快点 我回来了 家伟 走 家伟 放心 没事吧 摔疼了吗 没事 快起来 好疼 冒了是睡在事务所里了 家伟 你觉得睡沙发怎么样 我觉得挺舒服的 真像这么回事 没想到学生是在野营时常用的 在这里派上用场了 看这架势 我们两个人在这里过上几个月 完全没问题 这可不行 住下去就真被你妈妈赶出来了 到时候妈妈总会妥协的 总之是个持久战 你们在这干什么 早上好 早上好 欢迎光临 你们吃早饭了吗 对了 今天是机器检修的日子 家伟 因为你病刚好 所以我想我们干就算了 可是 没想到你们会住在这里过小日子 真是的 我们可不是有意来打扰你们的 对不起 没什么 你们这也是没办法 说不定这也是解决问题的一个办法 我们也不是不理解妈妈的心情 可是她话都不跟我们说 是啊 不过也幸亏她的顽固劲才是工厂有了今天 对 我在这的时间长对社长比较了解 都是因为我的错 妈妈生气是应该的 这不能怪她 从现在开始你要更加努力 家伟 我知道你能到今天也不容易 要坚持下去 妈妈虽然顽固 但不是个冷酷的人 她会明白的 我们也都跟她说说 大家都劝的话 她的态度肯定会变的 我太了解她了 太谢谢大家了 不会是社长打来的吧 是川景工厂 范田先生 怎么样 前天送去的红萨喜梅干卖的怎么样 这个人是这次订货的百货店的人 你说什么 到底是什么意思 倒闭了 开什么玩笑 连箱子都要退回来 我们是先得到订单 又免费为你们包装的 而且 为了你们的夏季订货 我们准备了大量的酸梅 你们不负责任 让我们怎么办 先生 等等 这下惨了 百货店倒闭了 这个禾不负责任 不负责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进 早上好 早上好 有没有什么事 没什么 是吗 那我 川景小姐 是 愿意跟我一起去上海吗 是的 川景小姐 你来一下我有话跟你说 好 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 别忘了他是有家室的 最后受伤的还是你自己 你还年轻 应该找一个更适合你自己的人明白吗 然后再说 你再说 你再说 你还要 我还要 你再说 我没有 你还要 你还要 我还要 你还要 你还要 我还要 你怎么办 要重新找一家这样的客户很不容易 这可怎么办 妈妈 进庸茶 得先想个办法 退回来的货必须要保存一段时间 他表面上很震惊 其实这对他是个很大的打击 现在又来了一辆车 说是从大阪退回来的 比刚才那辆车装的还要多 这可怎么办 看这架势这儿也放不下 来 去多久 时间长的话 就再多带一点内衣什么的吧 嗯 待不了多久的 少带些吧 怎么会突然去上海 有事儿要跟王先生商量 上海啊 好想念 记得那时 我还那么讨厌你 现在也讨厌 你不想再会儿 不要 cohort 船长 再也讨厌你 现在我们先来 我一直都来 你也讨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